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去世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的伤心 因为我无法去面对这个事实 因为它是突然性死亡 虽然说前期有一定的预兆 因为也是归于我弟的内疚 我弟的自责 我没有及时的去带他去医院 所以才导致死亡 所以我当时也是挺懊悔的 其实我认为就是 有可能性格比长得更像 然后因为性格的形成 确实有一部分是基因的遗传 有一部分是外界的因素 所以说随着生长环境改变 有可能性格会有一点的差别 但是它有很多特别相近的地方 也就是得了 有些个人是这样的地方 所以 motivate大家 会让你得了 那是差别吗 带你回头